男孩对空气过敏 只要他一接触空气 就会视线模糊 无法呼吸 全身疼痛并且迅速起红疹 如果不及时得到救治 很快就会全身溃烂而亡 所以他的吃喝拉撒都在特殊的进化隔离舱内 要想出门就必须吃阻断药 穿上防护服 理三层外三层的包裹好 不能留一点空隙 男孩经常因此受到别人的欺负 甚至还有人点了鞭炮吓唬他 男孩被吓得摔倒 防护服也被磕了个大洞 男孩瞬间呼吸困难 脸上遍布红疹 妈妈赶忙拿来胶布封口 男孩这才逃过一劫 男孩的爸妈变访名医 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终于找到一个治疗类似病症的医生 于是他们驱车前往 医院处处透露着诡异 进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全面消毒 随后出现一个面带笑容的女人 她就是霍恩医生 可让男孩疑惑的是 护士在出门前一直回头盯着自己 仿佛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一般 医生跟男孩依来保证 自己一定会治好他 医生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不断地开解他 这时依来发现走廊被封住了 医生说那边没有装修好 还没做捷径处理 可他却在走廊尽头看见一个身影 来到屋内 在妈妈的帮助下缓缓脱掉防护服 他能呼吸了 大家都为之高兴 夜晚依来在洗澡 他喜极而起 因为他很久没这样自由过 依来兴奋地有些睡不着 他来到窗前 忽然发现玻璃上起了一团雾 就像有人在这哈气似的 依来被吓到 害怕地跑到妈妈房间 就算躺在妈妈怀里 他还是忍不住发抖 不断回想刚才发生的事 隔天 医生安慰以依来那是药物的副作用 叫他不要担心 随后开始了第一次治疗 他趴在手术台上 头被机器固定 手脚被绑起来 他很害怕 医生跟他聊天吸引他的注意 说话间已经消毒完毕 还注射了一只神秘试剂 突如其来的痛感让依来一颤 医生拿出鼓打孔气 用力地旋转 随后便取出一块组织 此时的麻醉已经开始生效 医来这时通过手术台反射 又看到了那个背影 随后便在药物的作用下沉沉地睡去 医来被剧烈地疼痛惊醒 但医生只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还告诉他那是药物的副作用 他的全身开始遍布红疹 身体也出现了奇怪的凸起 他大声嘶吼着 用力扭动身躯想要挣脱束缚 医来惊醒 原来这是一场梦 他来到窗前 突然出现一个裂口 是一个女孩在砸玻璃 他说她叫海莉 还告诉他这里近来很多病人 但没有一个出去 叫他小心点 说完海莉便走了 医来原路返回 突然旁边传来一响 他不断往后退 往黑暗处一看 鬼影竟然出来了 医来撒腿就跑 医来被吓倒 再用手电筒一照 面前空空如影 还没等反应过来 头顶灯光突然打开 爸爸拿着药瓶出现 接二连三的怪事 让医来觉得 这座古堡非常怪异 他感觉看到的影子 可能是另一个病人 可爸妈都认为是他的幻觉 夜晚 衣柜的门毫无征兆地被打开 通过镜子 看到窗帘后仿佛有人在动 医来撞着胆子走过去 虚惊异常 他在玻璃上哈了一口气 写下自己的名字 可下一秒 他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 被吓得接连后退 撞到镜子上 又看到了那个神秘鬼影 突然 一只手爬在衣柜门上 一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拼命往前爬 可能双手抓住了他的脚 一来疯狂挣扎 脸上也出现了红疹 睁眼一看 是爸爸 看到一来的情况恶化 医生决定提前开启第二次治疗 这次一来的头被机器三面固定 手脚也被绑上 随后被打上神秘药剂 痛感瞬间传至全身 控制不住地扭动身体 脸上也发了红疹 他痛苦地大喊 医生却在说这是必然的 接着护士剃去他的头发 拿起电钻就对着头颅开走 虽然看着面前的护士在说话 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门外的父母也在焦急地等待 医生很快走出来 告诉两人手术很成功 夜晚 浴室传来哗洒的声音 拉开一看 连后没人 一来吓得冲了出去 可房门怎么都打不开 他只好躲进衣柜 一阵天翻地覆后 衣柜倒地 外面也没了声响 一来缓缓走出 赫然发现衣柜上被刻了字 一来跟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 可他们都不相信 郁闷的他将此事告诉了海力 可海力却说之前的男孩也这么说过 而且自从第二疗程后就再没见过他 回去的路上 自己的衣角突然被拽起 随后重重摔到地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可当他看向玻璃 赫然倒映着三个鬼影 他拼命逃跑 却又被拖了回去 直到进入一个房间 三个鬼影才离去 随后门自动关闭 一来被锁在里面 这时医生突出现 医生明显晃神了 医来大喊大叫 情绪非常激动 没一会便晕了过去 医生跟爸妈解释是药物的副作用 可现在的医来已经难以控制 需要服下安眠药后才能开启第三疗程 于是妈妈便主动进去送药 可没成想医来根本没吃 她想到频繁出现的字母 反应过来这也许是一个数字 能打开楼下的密码门 这可能是鬼魂给她的提示 于是趁着夜晚 一人来到楼下 输入密码 果然打开了那扇大门 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之前孩子们的档案 无一例外 他们都没挺过第三疗程 医来被吓到 慌乱之下碰倒了旁边的被子 声音惊动了护士 他连忙躲起来 趁空跑回楼上 他要将真相告诉爸妈 医来这时看到了爸爸 可爸爸却趁机给他打了一针麻醉 他被护士架下楼 期间不断挣扎 还咬了护士一口 医来就此逃脱 他跑进一间屋子 搬来椅子挡住大门 他环顾四周 被桌上的一张合照吸引 他瞬间明白过来 外面的人都是修女 根本不是医生 而这座古堡也不是医院 是一座诡异的教堂 他还发现了一扇奇怪的门 打开一看 长长的楼梯通往地下室 医来用衣服捂住口鼻 小心翼下楼 最底端有一座圆坛 面前还摆着十字架 医生和爸妈这时追来 把他关在里面 医来松开衣领 瞬间呼吸困难 脸上也出现了红疹 很快便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能呼吸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病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谎言 他不停地嘶吼着 楼上的妈妈十分担心 立马下去查看 可看到医来直愣愣倒下去 妈妈吓坏了 慌忙打开门 可医来此时突然睁眼 将妈妈砸晕就跑了出去 他静止跑到大落地窗的屋子 拿起灭火器就开砸 可玻璃是中国制造 医来根本砸不破 他又被爸爸抓走 准备开启第三次治疗 与此同时 妈妈也醒来 他无意发现十字架可以打开 里面藏着一把匕首 随后推开了圆坛的盖子 引入眼帘的是那些孩子们的尸体 死状极其惨烈 妈妈惊呆了 原来医来说的都是真的 另一边的医来 已经被爸爸强行按在手术台上 妈妈此时拿着匕首出现 他威胁医生停止手术 这时爸爸说帮助妈妈离开 可转眼将匕首递给医生 自己则控制住妈妈 医生将白色袋子戴在脖子上 嘴里一阵念叨 随后将神秘药水 洒在医来身上 身后的两名修女 也跟着念叨起来 三人越念越快 医来不断挣扎 接触药水的皮肤也开始变 他发出四星裂肺的嘶吼 煞事间 灯泡炸裂 房间陷入一片黑暗 医生拿出匕首 准备了结医来 可就像被什么控制一般 怎么也刺不下去 医来一个皱眉 修女健壮赶忙去拿阵定紧 医来一个眼神 事迹直接炸裂开 随后医来挣托束缚 此时的她已经面目猙獰 瞳孔也变质红色 仿佛要吃人一般 一声嘶吼 周围物品瞬间弹开 爸爸也被震晕过去 修女三人想趁乱跑掉 可受尽折磨的医来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只见她抬起手指 三人倒立飘至空中 医来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三个修女瞬间 烟烧 妈妈吓坏了 将真相告诉她 原来她不是普通人 是恶魔撒旦之子 而身上的红疹代表体内的邪恶力量 正在觉醒 医来怒了 质问妈妈为什么不告诉她 她越说越气 一声大叫将修女三人烧成干尸 仿佛修罗场一般 爸爸这时醒来 她想趁机杀掉医来 没想到 得知真相的医来一步步离开教堂 所到之处皆会燃起火焰 她走出教堂 呼吸新鲜的空气 感受着缺失许久的自由 此时海莉正在门外等她 原来她是依来同父异母的姐姐 因为她们被限制 不能依靠相互帮助来获得自由 所以海莉没有直接告诉她 随后她们踏上了寻找父亲撒旦的旅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依来虽是恶魔之子 但却没有害人之心 可最后还是被逼成恶魔 而医生以进化的名义医治她 行为却更像的恶魔 正如影片所说 有些路必须自己走 能力要靠自己争取 而自己的身份也不应让别人随便定义 是人是魔别人说了不算 只有自己说了才算